前两天刷到这个视频 英国海军正在海面上用直升机转移机敏级核潜艇内的一个伤员 由于直升机悬艇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离浮出水面的潜艇还特别近 所以能够让我们把这艘英国最先进的核潜艇看个仔仔细细 比如说贴在艇身上的黑色消音砖 这咱们之前也有讲过 还有比如剑桥顶上那些大小不一的方洞洞和圆洞洞了 一开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但总觉得这艘艇好像少了点什么 原来这些洞洞里面装着的是收进去的各种桅杆了 你看它一开始在直升机离它还较远的时候 还有几根是伸在外面的 当直升机飞进了之后就全都缩回去了 我想肯定是怕被螺旋桨削了头呗 我们一起来数数它一共可以伸出几根桅杆 除去占缘的一共空了7个傍洞 好像还有几个盖子盖子的圆洞 它们应该也是可以从里面伸出点啥东西出来的 所以这么酸起来 这艘潜艇的顶上岂不会立着十几根杆子 好吧 为什么它要立这么多杆子 这些杆子又各有什么作用呢 老师百科全数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是我找到的机敏集合潜艇的结构图 果然跟视频中是完全对上号了的 图上共画出了10根桅杆 占据了视频当中每一个空出来的孔 剩下的4个应该就是公用艇员进出和观察的孔了 但还有这两个不管是结构图还是视频当中都有出现 却并没有标注 所以它们是干什么的呢 我也不知道 如果恰好有大神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麻烦拜托你跟我们讲讲 好了 我们来看看这十根桅杆分别是干什么的 从左到右依次是柴油机的排挤管 进气管 超高频和极高频天线 侦察天线 雷达天线 卫星天线 综合通信天线 右弦光电围杆 左弦光电围杆 导航围杆 等等 就这么完了吗 怎么没有我们熟悉的潜望镜呢 有的 就是那两根左右并排的光电围杆了 你可以这样来理解 传统的潜望镜是带个光学取景器的单反相机 它通过巧妙的光学设计 把水面上的图像直接反射到水面下 而光电围杆 则像是带着电子取景器的微单 它不需要设计复杂的反射光路和各种各样的透镜了 直接把水面上传感器看到的画面 传输到潜艇内的屏幕上就可以了 好处一来是结构可以得到简化 二来是更容易与自动控制系统结合 比方说火控和搜索等等 那为什么要一左一右排上两个一模一样的呢 其实在潜艇上的潜望镜 不管是光学还是光电 通常都会装上两个 它们一个负责攻击 一个负责搜索 所以又叫做攻击潜望镜和搜索潜望镜 区别在于攻击潜望镜主要用于对海攻击 有完整的火控系统 而搜索潜望镜主要是用于对海 对空目标的搜索与导航 没有火控系统 但是却需要有较大的抚养视角 因为还要抬头看天 所以范围就可以达到-15度到85度 相比起来 攻击潜望镜的视角就只有-15度到35度了 窄了很多 当然也有把攻击潜望镜的视角加大之后 直接就取代掉搜索潜望镜的 于是这个时候的潜艇上 就会出现两个都是攻击潜望镜的例子了 这艘机敏级核潜艇就是这样的 虽然它又能搜又能攻 按理说装一个就可以了 但毕竟传统摆在那儿嘛 空了一边既不平衡 也显示不出我皇家海军的财答起诉出来 怎么行呢 同样不差钱的美国海军 也爱这么把一模一样的天线和潜望镜 成队装到潜艇上 难不成是为了备份吗 好吧 既然都说到天线了 你也看出来了 机敏级上面也是天线扎堆的 什么高频天线 侦察天线 雷达天线 通信天线 卫星天线等等 我的妈呀 怎么这么多天线 其实他们也就干两件事 一个是通信 对件通信和对空通信 由于通信的对象太杂 所以用到的频段就特别多 天线自然也就多了起来 必要的时候还得用上卫星天线 二就是搜索 它又分成主动和被动两种 主动搜索靠雷达天线完成 它的工作原理和所有雷达都是一样的 就是既发射又接收电磁波 从中找到带有敌方特征的回波出来 被动搜索靠侦察天线来完成 它不发射电磁波 只接收电磁波 再通过计算来获取辐射源的位置 坐标等信息 比方说附近正好有一艘潜艇 打开了主动搜索的雷达的话 它就能把对方的雷达信号接收到了 当然对方雷达的回波 也会显示出它的存在 这个时候就要看谁的设备更加灵敏了 好 说完了占比最大的天线 就只剩下两样东西了 通气管 我们以前有一期视频专门讲过它 当烧柴油的常规动力潜艇下潜时 可以用这个东西来继续为柴油机供养排气 大大延长了其水下活动的时间 但是机敏机不是一艘核动力潜艇吗 干嘛还要配上这个多余的玩意儿呢 因为除了带有两台核动力的蒸汽轮机以外 机敏机潜艇里面还装着两台备用柴油机 它们一是可以在必要情况下 继续为全舰提供动力与电力 二是可以在舰上起火的时候打开来消耗空气 既然还装着柴油机嘛 那为柴油机而生的统计管也就继续保留了 其实很多的核潜艇商都还是有这个玩意儿的 好了以上就是潜艇舰桥上通常会出现的各种管管了 虽然多但好在没有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 直到我在调研的最后突然蹦出来的一个彩蛋 所以我也就把它作为本期视频的最后彩蛋吧 这个东西是什么 怎么看起来那么像导弹发射筒呢 真是的 这是曾经在英国海军埃尼亚4号潜艇上穿过的防空导弹系统SLAM了 你看这张图 它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洞 在发现反潜直升机 不应该是被反潜直升机发现之后 英国人本来是打算 我既然都被你发现了 那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浮上来送你一枚导弹如何 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 因为潜艇最大的优势是隐蔽 怎么能放着自己的优势 不用反而跑到别人的优势面前去叫嚣呢 遇到这种情况 伟大的军事家孙子早就指出了一条名路 跑呀 只不过这个概念最近好像又有复苏的意思了 法国研发了一个与之前类似的系统 据说俄罗斯也已经开发了一个 德国正在测试用鱼雷发射筒来发射防空导弹 美国计划用垂直发射的响尾车导弹 来提高潜艇的防空能力 所以未来我们真是有可能再要重做这个视频 再其中加上一个防空导弹的发射桅了 好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